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明明队伍中有存护卫 但是敌人还是一上来就不行东西停云 停云的小生板怎么是为了如此摧残 为了帮大家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早日一人不死打算混沌回忆 拿了星球奖励 本期视频五教就来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星球点到的仇人值机制 三年段的五教 后续人第一使用获取新人料最新冬略资讯 首先是仇人值的定义 心眼中每位角色都有对应的仇人值 这数字与角色的属性定位无端 则角色的命图相端 当前断断命图的仇人值如下 仇人值越到绝对受到东西的带率越大 也就是说队伍中的存护卫 最容易受到敌方的东西 例如警员 天云 杰帕特 波尼亚四人组队 在只讨历角色基础仇人值的情况下 杰帕特150点仇人值位列第一 也就是最容易被打的单位 不过实战中大家应该竟然碰到 敌人放着杰帕特不打 可能跑去东西停一的情况吧 这就进入我们接下来的部分 仇人值与受机带率的关系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实际解读起来非常简单易懂 我们还是以上面来到队伍为例 这只队伍的总仇人值为425 而角色的受机带率计算东西为 角色的仇人值除以总仇人值 等于角色的受机带率 我们就以这个东西来计算一下 队伍中停运的受机带率 首先停运的仇人值为100 其次是队伍整体的仇人值为425 所以停运的受机带率约等于23.5%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停运被东西的带率 是100%呀 大家觉得停运这个受机带率是真实的吗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怎么提升或者降低超人值 除了命途之外 角色的超人值还会受到技能 端追等因素影响 目前提升超人值的端追 只要自身的瞬间已经挡到选择 其中自身的瞬间提升100%超人值 挡到选择提升200%超人值 假如我们的杰伐刀配来抓5 那么他的超人值将提升至300点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超人值的提升是基于角色基础超人值来提升 但天赋或者技能的耳外超人值无端 除了装追因素 天赋以及技能方面 也有许多技能会提升超人值 而且幅度巨大 这里五交将所有可以提升超人值的技能 都做成表的历史评理了 可以看到提升幅度最大的角色是特拉拉 假设我们使用特罗伊阵容 使用特拉拉的秘笈进入战斗后 特拉拉的超人值将会来到同步的750 开启大招后 但是可以达到1375 此时队友的总成分值来到了1575 特拉拉拉被东西的带率达到了同步的87.3% 此时就长得帅小问问了 那火主呢 火主的嘲讽技能怎么不说 其实火主的嘲讽跟超人值无端 超人值是敌方东西我和某位角色的代率 而火主的嘲讽特意解为 一个痛痴技能强制敌方者的东西火主一人 这效果的第三逻辑与超人值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成 火主将全队的超人值全部击中到自己身上 这样队友没有超人值 敌人自然就不会东西队友 说完了提到超人值的技能 我们再说说降低超人值的技能 我同样整理成表德了 可以看到彦卿的降低百分比是最多的 我们以彦卿佩拉 应当结巴者的队友来说 首先队友的总体重任值为425 根据前面东西可以得出 常常语评论下 彦卿被东西的代率大约于17.6% 出发天目后减少60%的基础代率 也就是说此时彦卿的重任值为30点 队友的总重任值为380点 再次计算可以得到 彦卿此时的受机代率大带为 7.9% 相较于之前的17.6% 第二近10%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整个队友的受机代率会维持在100% 所以彦卿的受机代率降低 其他角色的受机代率只会增加 但是为什么武将的彦卿天赋触发之后 还是老挨打呢 这就是数学的魅力 那是因为代率之所以被称为代率 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 就好像前面提到 特拉拉密基大刀放完 超分值达到了1375 但你把队友中的玉通换成庭运试探 妥妥还是庭运挨 只是这样才大幅降低挨打大率罢 所以根据上方的承认值 才得出一个比较完美的配对站位东西 那里的庭运不再挨打 那就是一号位陈户 二号位奶妈 三号位祖希 四号位庭运 这站位并不是选择将主席角色 放在距离存户位最远的位置 而是选择把生存能力最差的庭运放在最远 因为祖希的练度都拉满的 像队友练度低 是满脆的庭运或者增三短来说 增加不容易去失 而且这样 祖希有大率撑到敌方的范围伤害 增加突然输了充能 四万刀伤大招 它会是一时二两 所以大家学废了吗